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啊 本席强烈要求也坚定的主张 退回今天的预算案 今天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真的要用这个词汇叫做离毛换太子 什么叫做离毛换太子 连这个议程都充满了政治算计 想说躲过了519躲过了520 这个这两天的整个全民沸腾的这个日子之后 躲过了这个总统咨询之后 然后我就可以来排暗度成仓来排这个预算案 今天会让我们全民怒吼 就是你的油电双掌所产生的所有的整个的物价飞涨 我们的十一住行预乐的飞涨 没有一个人民受得了 结果今天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能够用暗度成仓的方式充满政治计算的方式 包括针边时政在中华民国台湾的立法院 仅有的这三个职权 如果今天我们立法院还自我阉割这个审查预算 来抵制行政院漠视民意的这种的基础 我觉得我们立法院真的愧对民众了 所以退回今天的台阶预算案